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也愿意 完全的将自己 陷在你的面前 我们也愿意 服服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主愿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聚集 我们所献上的祷告 我们所献上的敬拜 我们所献上的生命 能讨你的喜悦 被你所悦纳 主孩子也愿意将自己 向你交托和仰望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为着接下来的时间 来向你交托和仰望 求主亲自 透过你的话语 来向我们说话 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可以看见你 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也求你开我们的心门 让我们完全的接受你 做我们的主 主我们感谢和赞美 祷告 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不知道弟兄姐妹 有没有想过 遇见复活的主耶稣 是一个怎样的经历 你觉得最有可能 在怎样的情景当中发生 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怎样的一个场合当中 你觉得你在那里 最有非常大的概率 或者是最有可能遇见耶稣 那当你遇见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有怎样的感受 你觉得你会有怎样的感受 是一个surprise 惊喜 还是有可能是惊吓 或是冷漠 又或者是我不知道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那两个门徒 他们在路上 在往以马五思的路上 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 他们呈现出三种不一样的反应和状态 他们一开始是眼睛迷糊 不认识耶稣 然后脸上是带着愁容 然后第二种状态是 他们眼睛明亮 认出耶稣 再到后面 他们立即起身 见证主耶稣的复活 或许我们会感到惊讶 或者是疑惑 当耶稣与他们同行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会眼睛迷糊 脸带愁容呢 他们的眼睛 后来又是怎么明亮的呢 能以认出这位复活的主 还有当他们认出主耶稣的时候 为什么耶稣就不见了 所以是什么令他们的生命 有发生这样的变化 从眼睛迷糊到眼睛明亮 然后从脸带愁容到心里火热呢 然后最后我们又看到 他们又是如何的来回应 他们和复活的主耶稣相遇呢 所以这是今天想借着这些问题 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 我们来先来看经文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第十三到第十四节 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整个故事的背景 第十三节说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个村子名叫尼玛伍斯 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但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整个故事发生的一个时间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正当那日 什么时候 我们需要看到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 七日的头一日 也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复活日 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 我们又看到经文的十三节的后半段 说这两个人是要往一个村子去 这个村子叫尼玛伍斯 然后三十三节的前半段又说 他们是要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故事的地点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从耶路撒冷出发往 以马伍斯的这个路上 发生了今天圣经所记载的这个故事 以马伍斯他的意思其实是温泉 热心渴望 其实刚刚大家已经读了整段的经文之后 会发现是和他们这两个门徒 他们心里的那个感受 是有关系的 然后他和耶路撒冷的大概的位置 就是他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边 距离就是大概12.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这是现在尼玛伍斯的一个遗址 就是现在如果去耶路撒冷的话 还可以看得到尼玛伍斯 就是PVT那个左边的那个地方 那这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往以马伍斯去 那这两个门徒是谁呢 我们在经文当中24章的第18节里面 看到这两个门徒当中有一个门徒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格流巴 有学者就讲了说 这个格流巴可能就是约翰福音19章25节当中的这个人 就是格罗巴 我们如果翻看约翰福音的第19章25节呢 经文就讲到说 站在耶稣石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 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达拉的玛利亚 那其实这里根据这个优西比喻 就是教会史学家他的这个记载呢 发现说哦 如果是这个格罗巴的话 那这个格罗巴其实就是耶稣养父 或者说耶稣的父亲 约瑟他的一个兄弟 最可能是耶稣的在肉身的叔叔或者是伯伯 伯父 这是我们看到的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那这两个人呢 就边走路边在交谈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了解 因为我们和人在一起的话 通常也都会边走边聊嘛 如果都不说话的话 有可能是很尴尬 有可能是哦 我可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不认识 对吧 那他们在谈论什么事情呢 经文里面说 24章14节哈 他们说哎 这些人这两个人 他们在边走边谈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他们遇见了什么 这一切事又包括了什么呢 其实就是经文当中的 19节后半段到24节的经文 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在他们的这个对话里面 我们会发现很有趣 有趣的是什么呢 耶稣是那个他们谈论的主角 那个中心对吧 但是当耶稣跟他们走近的时候 耶稣反倒问他们说 哎 你们在谈论什么事呢 然后他们回答说 哦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然后下面还说 哎 你在耶路撒冷的话 你怎么还不知道呢 你怎么不知道这么大的事情呢 所以这是我们很有趣的 在经文当中的一个 一段的对话 然后在这两个门徒的回答里面 他们的谈论里面 我们会看到他们对耶稣的认识 我特地把这几个重要的身份 他们对耶稣认识变大跟加了颜色 首先我们看到 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 耶稣是先知 说话形式都有大能 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 行了非常多的神迹 这其实也是他们所看见的 他们看到耶稣在地上 叫瞎子得看见 叫瘸腿的得以行走 叫大麻风的得洁净 也叫那些被鬼附的人得以自由 甚至叫死人得以复活 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们非常的清楚 这些神迹 这些骑士 无不显明出 耶稣是那个有大能的人 而且很多的时候 耶稣就是透过说 就抑制了 就叫那些人得以平安 其实我们还看到 他们对耶稣还有一个认识 他认识到耶稣并没有犯罪 可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呢 却被他们的祭司长和官府 钉在了十字架上 就是被钉了死罪 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个 他们对耶稣的认识 他们说耶稣是 他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民的那一位 我们要知道这个认识 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讲 是很不容易的 他们一直在期盼 期盼那个米赛亚 期盼那个救赎他们的 那个救主 他们真的一直都在期盼 但是当耶稣 在世上来去行这些神迹 在彰显神的国度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并不是所有的门徒 都能够认识到 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 所救赎以色列民的那一位 也就是他们所等候的米赛亚 可是这两个门徒却说 耶稣就是他们所期盼的 就是那位他们等待 甚至是他们的列祖 就开始等待的那位米赛亚 所以这个认识是 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觉得 这两个门徒 对耶稣有这样的认识 正确吗 你会不会认同他们 对耶稣的认识呢 我们会发现 他们对耶稣的认识 非常的正确 甚至他们把耶稣 在地上的事工 受难 背定十字架 以及背定十字架后 三天发生的事情 都做了非常精炼的概括和总结 这是我们看到的 然后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发生了 在他们在谈论 这些事情的时候 耶稣亲自的就近他们 与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我们可能很疑惑 他们对耶稣 有正确的认识 然后在他们谈论的时候 耶稣走近他们 为什么他们眼睛迷糊了呢 不认识耶稣呢 而且我们在后面的经文 还看到 他们是脸带愁容的 当这两个门徒 谈论耶稣的事情 而且他们对耶稣 有正确的认识 为什么他们脸带愁容呢 我们会看到 第一个原因 正是因为 他们知道 耶稣是他们素来所盼望 要救赎以色列民的那一位 所以当他们眼睛看见 祭司长和他们的官府 把耶稣解去 定了死 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这个他们眼见的事实 就冲击了他们原有的观念 对他们的相信和他们所坚信的 产生了一个挑战跟质疑 难道 耶稣不是他们所盼望的 那位救赎以色列民的救主吗 如果是救主的话 那不应该是死在十字架上 不应该被 祭司长和他们的官府 定了死罪 可是他们看见的却是这样 所以他们会对自己有一个 好像自我的质疑 耶稣 那个米赛亚 到底会怎样来带领他们 建立米赛亚的国度呢 他们没有答案 第二个原因 我们也会看见 他们没有办法确定 耶稣是不是真正的复活 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耶稣 我们在经文的22节到24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他不断的在提到 他们的感受跟他们的发现 出现很多词 不见 看见 所遇见的 没有看见 那这里还提到了他们的感受 就是觉得惊奇 他们觉得惊奇是因为不见了耶稣的身体 这位他们素来所盼望以色列民的救赎者 被定了死罪 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们听见父女们的见证说 他复活了 他活了 可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 所以他们觉得 到底是真的吗 耶稣是否真正的 真实的复活了呢 而且除了妇女之外 经文还看 还让我们看见 还有几个门徒 他们也去了坟墓那里 所看见的和妇女们说的是一样的 可这些都让他们无法统一起来 让他们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解释 或者是让他们的疑惑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他们不明白 他们也不知道那个答案在哪里 所以即使他们听见了妇女们以及门徒们见证说 他活了 耶稣基督活了 可是这个活了的消息 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喜乐 他们脸上还是脸带愁容 那么当耶稣与他们同行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为什么迷糊不认识耶稣呢 可能这也是我们常常很困惑的一点 我这节的经文我们在环球圣经一本当中 他的翻译是 但他们的眼睛受到妨碍 认不出他来 眼睛受到了什么妨碍 是不是好像我们带那个 现在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太阳很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带那个太阳镜来去帮助我们 有一些的保护 好像是这样子 他们的眼睛受到妨碍呢 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不出耶稣 其实是有一些的原因的 首先一个很客观的原因 就是也可以说是外在的原因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确定复活的耶稣 他的形象跟他之前在地上的时候 就是在传道的时候 那个样子是有区别的 首先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16章12节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的 相当于是一个并练的经文 经文就记载说 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 耶稣变了形象 向他们显现 所以复活的耶稣 他的形象不一样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1节到52节 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是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 号筒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想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所以复活的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改变形象 因为我们现在会朽坏的身体 无法承受上帝他那永恒的国度 所以复活后我们的身体就要改变 好承受就是不朽坏的身体来去承受不朽坏的永恒的国度 那么我们就能知道说 哦原来这两个门徒 没有认出耶稣是有原因的 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 那我们在经文当中还会看到 有一个内在的原因 就是圣经对他们的一个表达 说他们的眼睛受到妨碍 我们的合合本圣经说 他们眼睛迷糊 像我们戴眼戴眼镜的人相信都能够知道 眼睛迷糊是什么状态 对吧 摘掉眼镜你就知道 看一下就就是模糊的状态 那其实这里面也是形容这两个门徒 他们生命的状态 他们以眼见来作为自己要不要相信 来做判断的一个标准 就好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 他们的旌旗 他们的不就是没有看见 以及他们的看见 原来我们自己的有限 会令我们没有办法认出耶稣基督 那一句话说 原来我们没有发现主的同在 并不是因为主没有在 乃是因为我们想要眼见为实 我们认为没有遇见耶稣 并不是耶稣不在 乃是因为我们以有没有看见 来判断耶稣他有没有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祷告很久很久的时间 却没有得到上帝的回应 上帝好像沉默了的时候 当我们生活有非常多的遭遇 和我们的祷告以及期待 背道而驰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生活很多的意外 突发事情 当我们的家人朋友在面对许多的疾病和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难免会有很多的想不明白 甚至也会质疑上帝有没有在 但事实或许是上帝他借着许多的方式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心意 但是我们看不见 因为我们可能认为只有自己所想的那个是最佳方案 是上帝的最佳回答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到上帝的带领 也没有办法洞察到上帝的作为 复活的耶稣 他临在的方式 他同在的方式 可能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他超过我们的眼界和思维 原来我们没有遇见耶稣 并不是耶稣不在 只是耶稣没有按照我们所愿望的方式临在而已 那么可能所有的基督徒都都会进一步问那个问题 说那没有认识耶稣 没有发现耶稣的同在 怎么办 不要担心 经文告诉我们说 不论我们有否认出耶稣 耶稣一直都在 他主动的走进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行 正正如耶稣亲自走进这两位门徒一样 耶稣陪伴他们谈论并思想他自己 好 那接下来的个问题 这两个门徒的眼睛后来是 怎么明亮得以认出复活的耶稣呢 我们在经文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里面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合 经文说到了作息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了 掰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我们的中文的那个表达 如果我们带着语气去读 就会发现圣经作者也有一种好像 啊 好不容易啊 终于他们认出耶稣来了 所以他用这才 那在环球圣经一本当中呢 他的翻译是说 到了用餐的时候 他拿起饼来注谢了 然后掰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开了 认出耶稣来 我们会看到门徒的眼睛 什么时候明亮的呢 经文说就是到了作息的时候 赫尔本的圣经让我们看到是到了用餐的时候 其实只要 我相信对弟兄姐妹来说 只要我们看到拿起饼来注谢了 掰开递给门徒 你们马上想到的就是一个场合 什么圣餐 对 我们就看到圣经就用了一个 好像圣餐的那个场合 然后这些门徒就认出了耶稣 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就是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并不一定是指圣餐 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一个用餐的一个场合 那对于以色列民来讲 那个宴席爱宴 就是他们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他们的家人朋友会借着宴席彼此的用餐 彼此的分享 所以餐桌就成了他们聆听耶稣说话 以及跟最亲密的朋友来感受经历上帝同在的一个地方 所以作息 用餐 这是他们在眼睛明亮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场合 也是一个时间 那么门徒的眼睛是怎么明亮的呢 是因为用餐的场合 然后耶稣那个熟悉的动作让他们认出耶稣来吗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们要留意到用餐的这个场合是整段圣 这一段圣经当中的第二个场景 在用餐之前还有一个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在路上 耶稣与他们一同作息 整个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一个故事场景的转移 非常像电视连戏剧 就是一个镜头的转移 一先开始 他们是与耶稣一同的同行 或者说耶稣与他们一起同行 听他们的谈论 并且跟他们讲解 那后一个场景 就是他们认出耶稣的场景 是耶稣与他们一同作息 还有就是掰饼 那在这里头我们就会看见 作息之前耶稣与他们同行 耶稣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我们看到经文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然后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情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我们看到耶稣不仅与他们同行 而且还亲自的指出 他们生命当中的不足 并且解答他们的困惑 这里的耶稣非常像一个老师 像一位老师来去 向他所爱的门徒 来去讲解弥赛亚的应许 因为二十七节说 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耶稣既爱世间属于他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所以耶稣耐心的来向他们讲解他自己 在二十四章的三十二节 我们就从后面会看到 纵然这两个门徒在那个时候 耶稣与他同行的时候 他们没有认出耶稣 但是他们的心感受到不一样 新闻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叫他们眼睛明亮 心里火热的 是因为耶和华的话语 是因为那个圣经 让他们相信 不能够再以眼见来去确定 是不是相信耶稣的复活 乃是以生命来去经历耶稣的复活 诗篇十九篇的十 第七到第九节讲说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与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 能快活人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 全然公义 让这两个门徒眼睛明亮 可以认出耶稣的是因为耶和华的话语 这其实也是教会为什么 在崇拜当中这么注重圣道的一个原因 那么耶稣向他们显现他自己 然后终于这两个门徒眼睛明亮 认出耶稣的时候 耶稣为什么不见了呢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 和华本跟环球圣经一本的翻译 说忽然耶稣不见了 环球圣经一本说 他们认出耶稣来 他却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对这两个门徒来讲 他们其实已经有非常多可见的证据 你可以说既有人证也有物证 那个物证是什么 上周弟兄姐妹刚刚听过信息 而且我们刚刚庆祝了耶稣的复活日 对吧 那个空坟墓 细麻布 果头金 还有很多 可以证明耶稣的 这是物证 还有人证 像最先开始遇见复活耶稣的玛大 玛利亚 不能讲玛大 不是同一个人 是玛利亚 然后还有到空坟墓的门徒们 他们都遇见了复活的耶稣 所以他们既有人证物证来去证明 耶稣已经复活了 另外 耶稣的不见了 其实也是让我们看见 耶稣的死和复活已经超越了时间空间的一个限制 所以耶稣的不见反倒更能够显明出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和真实 玛丁路德说 他说你去看春天的每一片绿叶 上面写满了复活的信息 也正像天使对妇女们所说的一样 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定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如果你是去找那个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很显然他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所以耶稣的不见也是让你我成为耶稣复活的活见证 我们在经文的32到35节里面 会看到这两个门徒确认了之后 他们就有一个回应 他们立即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然后下面的这个对话 其实我们要留意 一开始读会觉得好像逻辑没有很清晰 但实际上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 就碰到了十一个使徒和其他的弟兄姐妹聚在一处 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呢 就对这两个门徒说 主果然复活了 已经显给西门看了 接着这两个人就把他们所遇见的事情来和他们分享 他们立即起身 说明他们的回应是及时的 马上行动 立刻去做见证 而且他们要去说的是自己和神之间 自己跟复活的主之间所经历的事情 是火 他们的心是火热的来去做这样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他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写明他自己 可能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 也可能是在我们与家人聊天的时候 也可能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交流 沟通 祷告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太忙 太紧张 没法放松 太有压力 反倒阻碍了我们去发现上帝的同在呢 我们的生活被非常多的事情所充满资讯 照顾家人 孩子 还有很多 那忙的甚至说脚不着地 是不是会让我们没有时间精力去发现上帝在生活当中与我们的同在呢 神不仅在圣殿当中 我们有一首圣诗说主在圣殿中对吧 神不仅在圣殿中 神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另外我们还看到昔日这两个门徒以及跟随耶稣的门徒 他们都有与耶稣同住亲眼见过耶稣 亲耳听过耶稣教导的经历 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以及空坟墓的时候 就令他们没有办法好像马上的连贯明白神的心意 因为眼见耳听 是他们过去跟随耶稣与耶稣同 就是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限制了他们更深的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 直到复活的耶稣不断的向他们显现 向他们讲明神的话语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过去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 反倒限制了我们现在更深的来去经历上帝呢 我们以为神就是那样行事的 就是按照上一次我经历他的那个方式行事的 不上帝不止于如此 那也一定不是上帝做事的唯一方式 我们都需要更深的经历神 更多的经历上帝不同的奇妙的做事方式 所以我们除了数算过去上帝的奇妙作为之外 我们还可以不断不断的向人述说新的故事 就是神最近在我的生活生命当中 彰显的作为 彰显的神迹 不要停留在过去 我们与神的经验当中 继续的更深的经历神 认识神 成为上帝活的见证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 主啊 当我们没有办法认出你的时候 求你亲自的就近我们 让我们纵然眼睛可能不能看见 可是我们的心可以经历跟感受到你的同在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看见你 当我们看见一些需要 看见一些小子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愿意帮助他 因为你说 我们如果把一杯白水给那个小子 我们就是接待了你 主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 乃是在今天为你做好的见证 也为你做活的见证 主我们感谢你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 事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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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